大家好我是双双 又到了每月一称的环节 想知道他们体重吗 一会就介绍 因为这个月受戴口罩的影响 所以饲料厂家的老板没有过来 今天称牛只有我和江南两个人 都准备好了 那咱俩今天也别开直播了 就咱俩称要不的话也过不上 三点十二 三点十二 你把大门开门 你再把大门关上 给大家现在看一下我们家这个秤 已经是归岭的状态了 然后现在拉一号小牛上场 慢点啊 雷木丁这我俩称还有点胆突 有点害怕 他们都长大了 这先清清地方 先拉破屎 快快快 蹭上有吃的 我不动他我就给他站着吧 站着你 三六四 三六四 一号小牛三六四 好啦回来吧 三百六四 现在是我们家的二号小牛 因为在一号和三号之间受欺负 所以这个月给他就掉到这个潮子来了 然后现在给他转过去 撑一下 还差一条腿 好上来了 三六零 三六零 没有他沉了 好啦吃两口下去吧 我的妈呀 我爷爷来了 看我们撑牛 想着说过来帮忙来了 这它是最挺话的 别动啊 别动啊 467 别动别动别动 467 来 没吃高五的还 这边这边 接下来是我们家的四号大秃头 废了半天劲 41.5 411斤 公斤 又尬起来了 别人别进来 花乖了 嗯 哎呀 驾驾 驾 驾 哎呦你妈呀 驾驾 驾 驾 嗯 嗯 嗯 三八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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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八六 三八五 三八五 七百七十五 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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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313 364 一号小牛这个月长了一百 哎 长了五十一公斤 好了朋友们数据都在本上了然后肉长的身上数据写在本上先说一下他上秤的体重是三百六十四公斤七百二十八斤蒸重蒸重一百零二斤是让我比较开心的哦 嗯 二号二号二号是上秤三百六十然后七百二十公斤呃七百二十斤蒸重五十四斤这个月还需努力啊 你上个月稍稍强一点点啊对强那么一丢丢然后三号三号上秤四百六十七公斤九百三十四斤蒸重了七十可能上个月有点累着了啊也行 然后四号四号上秤是四百一十一公斤呃四斤就是八百二十二这个月蒸重九十二斤哈哈哈然后五号啊五号啊 然后上秤是三百八十五斤七百七十七七百七十斤一天我然后蒸重六十八斤我刚才算了一下朋友们啊这五头牛的平均体重是在七百九十四斤平均蒸重这个月的平均蒸重是七十七斤二两 比上个月强不少比上个月要强很多上个月才六十五 朋友们这五头牛都是空潮在十个小时了然后可能数据没有那么好看但是真实 好了朋友们这一期的视频就更新到这期待下个月的重中拜拜